这份是刺杀张灵海大帅的革命军名单 谢谢啊 你 我 好 说不说 骨头还挺硬的 把他的肋骨给我敲断 看他的肋骨还硬了 是 一根一根给我敲断 扔到最后为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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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英川 这是我家传的一对玉佩 你一拜 我一拜 以后你带着她 就等于见到我 只只不离爱 玛利亚教堂 南边还有十七号 来 包小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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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一双手握紧 心与你在一起 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弟用他自己的性命 为我争取了逃走的机会 你们 梁叔叔 宁儿 思洛 大家都还活着 三天之前 梁叔叔遇害了 是谁干的 是殷晓天 出事之后 是梁叔叔带我们逃到了台积门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件事说来话成 我们到了台积门 本打算安顿下来再做打算 没想到殷晓天那伙人阴魂不散 追到了台积门 为了得到龙头杖不择手段 我担心伤其无辜 便来到上海 想找机会把龙头杖交给革命军 这么说龙头杖还没有交给革命军 说来也巧 我们住在国术馆 国术馆的馆长 也是革命人士 听说他们准备借张灵海记组的机会 进行刺杀之后 我便主动请应参加了这次任务 原来是这样 但是这次刺杀没有成功 真的是太遗憾了 凝春 其实并不遗憾 虽然没有能够杀掉张灵海 但万幸的是 我们可以重逢 这世上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重要 现在你回来了 我要好好保护你 不会再分开了 你知道吗 当我被救活的那一刻 我以为你们所有人都死了 我就一心想着 一定要刺杀张灵海 于是我来到上海 我想了各种办法 最后 我就假冒继承 我靠近张灵海的弟弟 我欺骗他 甚至 我还假扮他的女朋友 我每天都感到非常地内疚 甚至有罪恶感 每次当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我就这样想 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 目标一定会实现的 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 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凌春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知道 你有你的苦衷 既然 我们已经团聚了 那我们就一起 完成前辈们的遗志完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充满欺骗的生活了 我曾经无数次哭着聪梦里惊醒 你真的还活着 我们还能够重逢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我想 从今天开始 我又从一个死人活过来了 我本来打算借采访的机会刺杀张灵海 可没想到 是张灵海的弟弟张天行替他出席的发布会 等等 张天行是张灵海的弟弟 是啊 怎么了 他就是曾经 率兵攻打太极门的指挥 哦 原来他离开是为了去太极门啊 那他做了什么 他和我谈判 想让我交出龙头杖 没想到 驻守当地的军队及时赶到 把他们给赶走了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张天行吗 通过这些天 我和张天行的接触 我发现他跟张灵海不一样 他不会乱杀无辜 而且对龙头杖支支甚少 他去太极门 应该也是服从他哥哥 张灵海的命令 张天行真的这么好 他可是张灵海的弟弟 停车 是非善恶我还是知道的 丽雪 丽雪 武林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去邮局送资料 刚好路过这里 没想到 这是什么情况 他就是 朱飘翼 朱飘翼 我记得了 你曾经跟我提起过他 对 朱飘翼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武林姐 武社长您好 这些日子 多亏你照顾迎春 他什么照顾 丽雪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们俩是互相帮助 对吧 武林姐 我想 请洗天假可以吗 那是当然的 你们两个能相逢 实属不易 那这样 你先休息几天 等你想好了 你再过来找我 好吗 谢谢武林姐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张天心来了 你先躲一下 我去把他支走 好 天心 丽雪 等多久了 你去哪儿了 也不跟他们说一声 担心死我了 我一个女孩子 身后跟两个大男人 走在街上多不方便啊 这尽情出出的 反而引起注意 再说了 我能有什么危险啊 你还是让他们走吧 那不行 我知道 他们两个跟着你呢 是挺不方便的 可是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忍耐一下吧 毕竟刺杀时候的危险状况 你也看到了不是吗 嗯 天心 其实 我们交往的这段时间以来 我这心里一直挺不安的 其实 发生刺杀事件以后 我觉得我的生活 完全被打乱了 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的社会背景 对你造成的不安 丽雪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毕竟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可是 这样的生活 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天心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 平静 安稳的生活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这么不安 可是作为军人 我只能服从命令 我知道 我理解你 我也不怪你 这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可能真的需要 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之间的 你也不用担心我了 我这两天 想回老家一趟 也两年没回去了 正好 家里 肯定比这里安全 你也不用担心我了 也可以想一想 我们之间的问题 还会回来吗 天心 这段时间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照顾 我真的很感动 只是 有些事情 我真的无法决定 我不抢救你 可是我希望 你能够对我有信心 对我们俩的未来有信心 保重 保重 好 给 谢谢 刚才 我跟张天行 你不会介意吧 经历了这么多 你的确成熟稳重了很多 你还不是一样 也不是从前那个野丫头了 你为了报仇 吃了这么多苦 忍辱负重 从今天开始 我要好好保护你 没有任何事情 能让我们再分开了 嗯 有你在 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你 你 你 不如你随我去国书馆住吧 你避免 张天行发现你还在上海 嗯 嗯 嗯 好 他和我一样大难不死 老天爷 又让我们重逢了 哎呀妈呀 娜娜真的给我受众啊 嗯 嗯 来来我来呢 哎里边请吧 思路 宁春回来了 宁春 思路 你还活着 嗯 这段时间 去哪里了 说来话长 我从朱家逃出来之后 被一位好心的老夫人给救了 伤病好了之后 我就打算到上海 找张丽海报仇 没想到 遇到了飘翼 你们都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你娘呢 她没跟你一起来啊 我娘 已经不在了 其实 我爹他 也 思路 节哀顺变 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的仇一定会报的 各位 我们经历的不幸已经够多了 但我们不能被悲伤打败 我们要振作起来 飘翼哥 飘翼哥 你回来了 这是谁啊 宁春 让我来介绍 这是陈如雨 陈如风 是我在太极门避难时的恩人 也是我学太极拳的同门师兄妹 这段时间多亏了他们照顾 否则 我不能坚持到现在 多谢你们对飘翼的照顾 你们是飘翼的恩人 就是我柳迎春的恩人 大恩大德 迎春记在心里了 迎春 这次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飘翼呢 是我们太极门的同门师兄弟 大家都是一家人 谈不上什么恩人不恩人的 再说了 这次你能回来 你们能重新相聚 真是件好事 颖 颖 我 我去给你安排房间 好 那我先回房间了 这一次 这一次刺杀行动失败了 真是太可惜了 就差那么一步 张灵海就被我们炸死了 当务之急 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同志 暂时躲避起来 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张灵海生信谨慎多疑 此次我们已经打扫惊蛇了 他一定会派人大肆搜查 和追捕我们的同志 我已经通知所有同志了 让他们暂时先躲起来 终止所有的行动 等待总部下一步命令 对了 飘逸跟我说 张灵海身边的那个女人 是她的妻子 是啊 朱飘逸为了拼命地保护她 才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 那她的妻子跟张灵海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啊 我也觉得特别地蹊跷 飘逸已经向往革命 对她我倒并不担心 不过 至于她的妻子 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都是因为我 导致这次行动失败 我向大家道歉 这件事情是个意外 你也不必过多自责 这一位就是你的妻子 是 她就是我的妻子 柳迎春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 张灵海身边呢 不瞒各位 我当时也是 要刺杀张灵海的 这个机会 我已经等了很久 你也刺杀张灵海 你是什么组织的 我是和平通讯社的 利用记者身份做掩护 先是靠近张灵海的 弟弟张天行 然后再利用他接近张灵海 那你的上级是谁 他叫武灵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就是他救了我 把我留在了和平通讯社 并且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那你有没有接触过 其他革命同志 那倒没有 我只接触过和平通讯社的同事 其他的同志 我倒没有接触过 可能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是假的 所以一切行动就得低调谨慎 好 你们好不容易团聚 就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之前的事都是意外 以后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了 只要齐心协力就好 那我们先告辞了 什么和平通讯社 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 所有革命组织我都了解 唯独不知道这个和平通讯社 是什么来临 会不会是假的 万一是敌人怎么办 少案胡遭 这件事情 还是要先调查清楚再下定论 我去查一查 这个和平通讯社 到底是什么来临 好看 老板 就这个吧 好看 别再想了 人家媳妇都回来了 柳迎春才是明媚正娶的媳妇啊 是时候该收入心了 那我说了没事 我知道她妻子回来 夫妻团聚 我是替她开心吗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会祝福她的 我只是自己需要一点时间 处理一下自己的感情 你真的没事啊 你怎么能让她回来 这心事 我好脆 我好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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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带我 好带你 先生 您要吗 您好 您好 先生 不知赖我们报社何事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李达通 是兴隆造纸厂的 我们厂呢 是专门做那个 纸张批发业务的 不知道贵报社 有没有兴趣 做这种业务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报社 现在已经有 固定的合作厂商 暂时不需要了 就是 报社也是一门生意嘛 只要是生意 就得货比三家不是 否则 你怎么知道 我们的产品 又好又便宜呢 你看看我们的纸 就知道 比一般厂家的要好 确实要好 你就赶紧走 别在这儿胡搅蛮缠了 兄弟 让我见见你们社长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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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见一下 你见一下吧 什么事这么吵 社长 有个推销纸张的 死活就是不肯走 您就是社长啊 久仰 久仰 我叫李大通 是星龙造纸厂的 我想和您看点业务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库存的纸张 已经够我们三年的发行量了 暂时不考虑近货 送客 走吧 走走 社长 走走 社长 我调查过了 这家和平通讯社确实存在 而且运营的特别好 这些都是他发表的新闻报道 我昨天晚上 又重新检查了每一个统治的信息 但是没有一个人 掩护身份的背景 和这个和平通讯社有关系 这个和平通讯社 会不会是其他组织啊 很有可能 上海滩 鱼龙混杂 各个秘密组织也是藏出不穷 这个和平通讯社 如果真像柳迎春所说 也要刺杀张领海的话 会不会就是黑龙会 也不无这个可能 听飘义说 柳迎春也是涉事未深 恐怕会遭人利用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 还是要深入地查一查 这个和平通讯社的体系 没想到 你现在还会铺床了 你又笑我 你这段时间 是不是很辛苦 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重要的是 我又能遇到你 盈春 我在太极门避难的时候 一心想要抱血海深仇 于是跟师父陈清源 苦练太极拳 如今我的功夫 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通过太极拳 我也误导了很多 如果有机会 我也可以教你一起练 太极拳真的那么厉害啊 当然了 当然了 过了 敌人 你不不要紧了 你觉得我 你怎么办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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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了 你我父母双亡 大仇未报 有微笑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 等我们报完仇 一定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 我先走了 拜拜 思路 思路 我了解你最近的心情 這種事情 我也經歷過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你一定要堅強 如果你不想聽安慰的話 那我不說 我讓你安靜一下 好嗎 別讓情緒影響身體 好嗎 可惜爹看不到咱們的孩子了 我沒有機會報答師父的養育之恩 但我有機會讓你過得更好 從今天開始 我會把你視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照顧你一輩子 我可以看你 好嗎 我可以看你 你快看 我們早就看你 我們要吃一下 你可能是說 那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的不是你的解释 是你的抉择 兄弟 你现在可是脚踏两条船啊 做人不能这样啊 如雨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比我更清楚 你可是他的初恋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其实我也很挣扎 但是我不能骗自己 更不能骗如雨 扪心自问 我对他 只是感激 什么 感激 你一小子是他推卸责任吧 朱飘逸 你现在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妹妹和柳盈春之间 你到底爱谁 盈春是我的结发妻子 我爱的是盈春 很抱歉 那你的意思就是 选择了盈春呗 是吧 我原本还想着 叫你是妹夫的 可没想到你 你不会说是吧 我帮你去说 你的猪票也就死心吧 就算你的心变成一片死灰 那也无济于事 哥 你怎么进来都不敲门啊 我跟你说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处理 你怎么处理啊 你除了在这儿伤怀 你还得怎么样 我 听哥哥一句劝 我是过来人 感情这个东西 是不能勉强的 你跟柳盈春之间 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 人家可是结发夫妻啊 再说了 朱飘逸跟柳盈春之间的感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感情这个东西啊 是难以有道理可讲的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做哥哥的心里 有多难受吗 可是我也万万没想到 我们兄妹竟然同病相怜 我 我跟四落之间也一样 竟然都是一强情愿 不过你放心 不过你放心 我做哥哥的 一定是你最后的肩膀和依靠 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憋在心里 不过你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好了 坚强一点吗 我坚强得很 这些是中国北方中药矿产分布 各地军阀驻军情况 还有上海各大工厂的经营状况 三方面的新情况 你的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一定付出了不少心血 真是辛苦妹妹了 这是我分内的事 跟哥哥比起来 我的工作容易多了 除了这些 还有别的吗 龙头杖的事情 我也调查清楚了 他时关一批十吨黄金的宝藏 现在张灵海跟杨兴 都很关注龙头杖 哥哥 如果我们抢到龙头杖 会不会离我们的目标 更近一步 不 十吨黄金 和我们真正的理想比起来 并不算什么 我们龚崎家族 是光荣的军人世家 可在这个平庸的无战年代 军人 是被那些拥护者们忽视的 甚至是污蔑 我们渴望的是能够进行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较量 只有这样 军人的地位 才会得到提升 我们才有可能 找回我们家族 曾经拥有的荣耀和尊严 所以说 这批黄金 我们不插手 让他们自己去争 越卵越好 我明白了 我立刻下令 停着抢夺龙头杖 你的情报中 张灵海部队的军队部署 违背常识 应该有假 我想知道原因 哥哥 你总是能找到问题所在 的确 张灵海已经把部队常务的工作 交给了张天行 我认为 问题应该出在张天行的身上 张天行 我需要见见他 你来安排 可是 我们要用什么理由呢 找他最感兴趣的东西 明白 好了 抓紧去办吧 这 张将军 武林小姐 生风 把您给吹来了 我今天来是想为将军 介绍一位朋友 相信您对他也一定感兴趣 公骑五郎 日本人 我叫武林小姐 您误会了 我张天行对日本人 向来没什么好印象 可是我有一点比较好奇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我们是在依次采访中偶然相识 公骑先生 听说我跟张将军是朋友 所以托我过来带句话 他说 愿意帮张将军解决一部分的军费 和军火问题 如果张将军感兴趣的话 可以和他相约一见 不感兴趣 他也不会勉强 是吧 张将军 公骑先生 您好 张将军 果然是拙而不群哪 连见面的地方 都挑得如此憋致 真是佩服 公骑先生过奖了 虽说这是一个我的私人训练场 可是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军事设施 只不过是一个 休闲娱乐的场所而已 我倒是有点好奇 您虽说是一名商人 可是我总觉得 您更像是一名军人 张将军好眼力 事不相瞒 逼人出身军人世家 只因毕国现在 军人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不免感到羞辱 所以才愤然地弃军从上 原来是这样 难怪公骑先生 在军火方面有些门路 我这里呢有一些常用的枪支 不知道公骑先生 有没有兴趣切磋一下 能和张将军切磋一下枪法 是逼人的荣幸 请 请 公骑先生 请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 宫崎先生但无虚发 在下深感佩服 哪里哪里 张将军枪枪实还 别人在将军这个年纪 远没有您这个造诣 实在是惭愧啊 宫崎先生您过奖了 我们那边聊 宫崎先生 请 张将军 恕我唐突 我听说贵军前段时间 在军费上有些吃紧 不知是否已经解决啊 让宫崎先生见笑了 到目前为止 勉强解决了一些些 可是您也知道 钱这种东西 永远都不够花 好 五福山诸师会舍 资金充足 倒是可以先给贵军提供 五百万元的集用 至于军火嘛 无论是步枪 短枪 山炮 子弹 十五两 由将军来定 本人保证供应 实不相瞒 曹世坤 曹大帅 就刚从我这里购买了一点 宫崎先生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我张天行向来不信 所以说说您的条件吧 张将军果然直率 那本人也就开门见山了 条件只有一个 我听说张将军兄弟之下 有一个大平煤矿 现在由贵国的商人开采 但是经营不善 如果能给我 富山诸师会舍 二十年的开采权 逼人 不但无偿提供上述帮助 还可以上交贵国商人 两倍的税收 张将军意下如何 没想到 我宫崎先生开的是这样的条件 抱歉 叔在下不能聪明 那十年的开采权呢 李平 送客 宫崎先生 请 张将军执意如此 本人深表遗憾 还请将军三思 告辞了 张将军 无论是军费还是军货 都是我们急需的 何况这个日本人 给的条件还不错 您为什么一口就回去了 因为他们要的东西 咱们不能给 其实 那个宫崎说的一点也没错 大瓶煤矿 的确是我们中国人 没有经营好 可是话说回来 像煤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轻易给外国人 尤其是日本人 我总觉得那个叫做宫崎的 目的太不明确 反而好像是在试探什么 将军高见 交给你个任务 帮我去查一个人 那个叫武林的 是 可是将军 这韩记者和武林 还是我自己查吧 这件事情记得保命啊 是 哥哥 谈得怎么样 张天行拒绝了我的条件 不失好歹 哥哥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我当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武林 同志柳英春 停止刺杀张灵海 为什么 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精力 还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你 如果张灵海死了 谁会是他的继任者 记得 如果张灵海死了 继任者将会是张天行 我对张天行这个人不放心 今天我开出的条件 十分优惠 可他却断然拒绝 这说明他是一个极有头脑 和爱过心的人 如果由他来见识张灵海 那势必 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障碍 所以张灵海现在 还不能死 可是 柳英春刺杀张灵海的决心 很难改变 改变他 或者除掉他 你来决定 是 昨天 我听刘长平说 前天夜里 他重新检查了 每一个人的信息 这我就不明白了 他是怎么检查的 看来你呀 对特务工作 还不十分了解 我给你讲讲啊 像刘长平这种搞地下工作的 通常 都有一个秘密的 通讯录 上面 记载着所有队员的 工作简历 街头暗号和任务 如果你能把这本通讯录 弄到手的话 那革命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会被我们连锅端起 你就可以立大功一剑了 怎么样 你知道这通讯录放在哪儿了吗 他通常在哪儿办公啊 在国书馆 他的办公室 在国书馆 他的办公室 还有一个照相机 还有一个照相机 把你看到的东西 用这个相机拍下来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这么多人头 就是这点钱 马宁儿 马宁儿 别着急 事成之后啊 你要多少有多少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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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别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份是刺杀张灵海大帅的革命军名单 办事还算利索 事情办得还可以 没有被他们发现吧 怎么了 你担心我被发现 就没人帮你偷龙头杖了 以你办事的风格 我知道你一定会办得妥妥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可是我们安排在朱飘夷 身边的秘密武器 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 还有啊 以后给我盯紧点朱飘夷 一旦发现他有什么新的举措 就马上向我汇报 我的酬劳呢 你想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别用你的钱来腐蚀我 那你想要什么呀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 我要的是武功 好 我可以多教你几招武功 你的武功啊 从招数上看 还差不多 但是要是提升的话 那就再加身练一下 应找功的快准痕 快准痕 看啊 这就是快准痕 重要的就是快 杀人如闪电 出手就要人命 就如狼千方百计寻找猎物 脖子的机会一样 这种机会瞬间即逝 所以要快准痕 争取一招毙命 行走江湖 关键就是生与死 你也试试 当今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群雄逐鹿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只有真正的强者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能屹立不到 懂吗 知道了 你知道 你学应找功的最高境界 是什么吗 作为你而言 应找功的最高境界 就是 就是当你学会了这门功夫以后 把我杀死 这才是你的最高境界 是 笑 找不回来 是 是 是 不 是 是 凌二哥 你要出去啊 出去走走 对了 你来上海的这段时间里 都做了什么 我一直在找机会刺杀张领海 但是迟迟未能如愿 不过 能够重新和飘逸在一起 也算是唯一值得开心的事了 凌二哥 其实 我一直想对你说声抱歉 之前 因为我们之间婚事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误会 都过这么长时间了 我早忘了 不过 我现在已经跟四路约定终身了 真的 那太好了 恭喜你们 谢谢 对了 朱飘逸在你 杳无音轩的这段时日里 陈如雨特别照顾她 她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特别要好 是吗 那挺好的 当你遇见她们的时候 你不觉得 她们之间有什么吗 是吗 或许是我想太多了吧 好 银春 思路 你怎么 一个人在这儿啊 晚上没什么事 我就出来坐坐 对了 今天白天 马大哥跟我说 你们已经约定终身了 恭喜你们啊 谢谢啊 经历了这么多的委屈还有失望 最终总算是走到一起了 对了 那你和飘逸呢 你们怎么样了 我们挺好的呀 我觉得她现在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 她比以前更加成熟 更加稳重了 银春 我有些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话 其实 自从你离开朱家之后 我们所有的人 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尤其是飘逸哥 她曾经为了你 不吃不睡 甚至 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 你一定要相信她 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好好的说这些干吗 其实 我跟飘逸 生死离别都经历过了 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吗 你说是吧 那就好 你没多想就好 下草戏 你 来 快 去哪儿 我你 走 我的事 我希望你能 希望我什么 希望我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希望我忘了 你在抬起门的承诺 是吗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你说你后悔见到他 后悔认识他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还活着 现在呢 现在后悔的人是我 你说得很对 如果当初我能再坚持一点 坚持到我跟迎春重逢的一天 也许不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你没有给我带来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 辜负了你的心意 朴一哥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 但是如果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我想知道 在太极门的时候 你是真的对我有过感情 还是你只是 一直把我当作他的替代品 我从来没有把你 当成任何人的替代品 你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人 那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你说的珍惜 是认真的吗 你相信我 我当时对你是认真的 我真的想过 给你幸福 但是 你也知道 迎春是我的妻子 我跟她的感情 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很爱她 那你就 忘了我们在太极门的承诺吧 是我对不起你 你是一个好女孩 只是我们认识的时间不对 造化弄人 以后 我会把你当成我最重要的亲人 看待的 没事 怪就怪 我们没有缘分 柔一哥 祝你们幸福 走 我 我 你不应该把你带走 我 凌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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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这几天我一直想告诉你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说吧 我听着呢 在我 刚到太极门的那段时间 我一直因为之前的事情 非常地颓废 是陈如雨 不停地开导我 让我走出阴影 在如风和如雨的帮助下 他们的父亲 陈清源 收我为徒 教我太极门的功夫 如果不是陈如雨 一直细心照顾 我的心 根本没有办法静起来 专心研习太极拳 如果不是陈如雨 我根本就学不会照顾自己 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懂得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把你和陈如雨的事情告诉我 夫妻之间 不是应该坦诚相待的吗 我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我本打算把这件事情 解决妥当了才告诉你 但是没想到就 我问你 你喜欢他吗 我 我喜欢过如雨 但是 没有人能取代 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是 我相信你 英春 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你说呢 我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跟你讲呢 那你以后 不许有任何事情瞒着我 知道吗 好 我答应你 拉高 嗯 那你答应我 一定要安安全全地回来 好 拉高 来 来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只是过来坐坐 喝喝茶 嗯 绣得可真漂亮 小时候 我娘总教我这些 女人家的活儿 可我怎么都学不会 我也是 一直闲来没有事干 随便绣绣的 绣得也不好 我可以看看吗 嗯 这个图案栩栩如生 只是这个颜色和样式 不像是绣给女儿家的 这个 是绣给我哥哥的 英春姐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教你啊 你给飘一个也绣一个 他一定会喜欢的 我不用了 我是学不会的 反倒是浪费时间 如雨 其实 我一直想找机会 当面跟你说声谢谢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帮我照顾飘姨 在她人生最煎熬的时候 给了她帮助和鼓励 她自己也亲口跟我说过 如果没有你们一家的帮忙 她是根本支撑不到现在的 千万别这么说 当初 飘一个投奔到太极门 败在我爹的门下 我们也算是同门弟子 所以 就像一家人一样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谈不上什么谢不谢的 好 我 我 你是不是要问我 在太极门的事情 你啊 不瞒你说 上次 你跟飘逸的谈话 我不小心听到了 在太极门的时候 在太极门的时候 我对飘逸哥 确实有过感情 是 但是你放心 她心里 只放得下你一个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她落难了 直到你葬身火海之后 跑到太极门 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她都会想起你 然后就一个劲地流泪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生 伤心成这样 所以我知道 你在她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后来 她不吃饭 不睡觉 整个人都垮了 要不是为了给你 和家人报仇 我觉得她都没有动力活下去 那个时候 我就像是一个 旁人吧 一个比较关心她的旁人 可能是因为 我看到她对感情的专一 慢慢地 我对她有了感情 但是你放心 我们之间的情感 从来都没有超越过兄妹的情谊 在她心里 一直都有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谁都取代不了的 就算你不在 也没有人可以取代她 看得出来 你真的很喜欢她 如果不是我又回来 你们就能够在一起了 你不恨我吗 说什么傻话呢 感情的事情 哪有这么简单 有缘分 有缘分就是有缘分 没有就是没有 这些我懂 你真的这么想 那 看来 是我多虑了 没有 是你太在乎她了 我是女人 我懂 像姐姐你这么聪明 这么漂亮 又这么能干 飘姨哥喜欢你 是应该的吗 如雨你别这么说 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 陪她度过人生最低谷的那个人 是你 你对她的爱 绝对不会比我少 如果你们两个之间 真的有感情 我是愿意成全你们的 说什么傻话呢 哪有人会舍得 把自己心爱的人 拱手让给别人了 她这么爱你 你也这么爱她 是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情 可以阻止的 就算她留在我身边 她也未必会幸福 如雨 我这个人 有时候性格急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今天 我过来找你谈这些 让你难过了 跟你说声抱歉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没有 都过去了 以后 我会把飘一哥 当成 自己的亲哥哥一样 那你就是嫂子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外话 你是一个好姑娘 以后 你就是我的好妹妹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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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說啊 股仨還挺硬的啊 把她的 leg骨给我敲断 看她的骨头还硬啊 是 是 一根一根给我敲断 直到到朔为止 是 朴槿逸 朴槿逸 劉官长 什么事啊 朴槿逸 现在形势非常严重 殷小天正在疯狂的 残害革命党人 金义少 龚孙怀和郑姑娘 都遭到不测 你们最近这段时间 一定要加倍小心 一方万一 还有 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 国书馆外面好多据点 都被围剿了 最近这段时间 你们一定要终止一切活动 有必一事再说吧 怎么会这样 丁小天 是怎么知道他们身份的 是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很蹊跷 刘官长 今天你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这是 这次行动 之所以牺牲了这么多革命通知 我怀疑 是因为有自己的人 偷看了我们的通讯名单 出卖了我们 很有可能 我们那一步出现了叛徒 如果真有叛徒的话 那要赶紧找出来 否则后患无穷啊 那么 刘官长觉得是谁呢 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兄弟姐妹 怀疑谁都不太合适吧 我也知道 大家平日里 都青铜手足 怀疑谁都会伤了何气 但是现在是非常事情 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所以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必须要自我审查 我认同 刘官长的说法 我们应该先把私人的感情放下 把那个叛徒 给找出来 你说得倒是好 如果在我们中间找到了叛徒 你能够公正地处理吗 你们看着我干吗 肯定不是迎春 你们不要乱猜 飘逸啊 迎春 来了还没多久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再加上 他那个什么和平通讯社 到底是个什么来历 我们也不清楚啊 真的不是我 你冤枉我就算了 干吗还要扯上不相干的人啊 武林阁通讯社都是我的恩人 请你不要乱说话 迎春 其实我不冤枉 我也不愿意相信 你就是叛徒 但事情只要弄个水落石出吧 但事情到现在还 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请大家不要胡乱猜测 要有证据才行 好 这件事情 大家也不要先妄下结论 叛徒不可能一次就找出来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要提醒各位 今后大家 要相互监督 相互照应 人人都要多个心眼 现在 殷孝天的魔掌 已经慢慢伸向我们 而我们 还没有来得及 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才是咱们最需要小心的 迎春 迎春 刚才大家的话 不是在针对你 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真相总会大白的 我相信你 很明显他们是在怀疑我 可是他们怀疑我就算了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怀疑 和平通讯社的人 这样下去 龙头账还没有交给杨兴 我们自己就先不攻自破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肯定会有些猜测的 让他们去调查一下 通讯社 还有武林的底细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连你也怀疑 我绝对没有怀疑你 但是 你真的了解武林 和通讯社的底细吗 上海这么复杂 你又没做防备 也许你被骗了都不知道的 你别说了 既然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回通讯社去 继续刺杀行动 就算我跟张灵海同归于尽 也在所不惜 迎春 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 我不能再让你去送死了 我不会让你走的 在这个形势之下 你不能再回通讯社去了 你哪儿都别去 留在国书馆最安全 但是我不想留在这里 被你们怀疑 如果你要走了 岂不是让他们觉得你心虚了吗 你难道想让别人说 你危罪前逃啊 到时候 你就有口难辩了 当务之急 是尽快把龙头杖交给革命军 之后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到那时张灵海 就更容易解决了 我 这些衣服我叠就行了 你跌啊 你自己会跌吗 思乐 我有话想问你 你说 什么事 如果我离开这边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好端端的去哪儿啊 你看啊 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多危险呢 身边保不准谁是内进 你现在又怀有身孕 我很担心你 担心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现在朱飘逸 还没有把龙头杖交给革命军 我们应该帮他完成任务再走 而且这件事情 不只是帮他的忙 也是帮我爹完成他的心愿 那好吧 就听你的 等完成任务了再走 思乐 去帮我弄点饭菜 我饿了 你饿了 好 那我这就去 衣服我就放在这儿 我待会儿回来再点 好 好 到底负责哪里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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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踏破铁线红密处 得了拳破费功夫 原来这就是 宝藏的坐标跟密码 怎么样 坐标解开了吗 还没有 我父亲升天设置的 线索太复杂 朱飘义的嘴里 也掏不出什么信息 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但是你不要跟我 耍小聪明 使食物者为俊杰 我比你更着急 朱飘义他太精明了 又有刘昌平 那帮人的关照 就算我有三头六臂 我也不一定能拿得到吧 记住 坐标解开以后 我们再得到龙头杖 打开宝藏 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但是如果你不老实 想欺骗我 那我就让你去见梁普方 明白吗 明白了 柳盈春已经请假很多天了 你有什么消息吗 报告社长 没有 现在计划有变 宫崎先生 让我们终止柳盈春的刺杀行动 所以我必须知道他在哪儿 好的 社长 我会尽快查出 张灵海部队的军事布防资料 你有什么新进展 很抱歉 还没有 雪莲 完不成任务的话 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 是 可是社长 这次的任务真的很难完成 因为张灵海已经不再负责 具体的军务事宜 只是把事情交给张天行 张天行是个不济女色的人 所以除了柳盈春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近他 宫崎先生交代的任务 还没有我完不成的 看来这次我要铤而走险了 雪莲 你先去查清楚 资料存放的位置 然后我们理应外合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拿到资料 是 长官 请问有事需要帮忙吗 没有 快去巡逻吧 是 怎么样 这边 站住 快 快 走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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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别动 宋星只是外圣 宋星 宋星去 这是你最爱喝的海藻汤 报告将军 昨天夜里有人袭击了我们大安市 有资料失信 巡夜的士兵 全部死亡 有什么线索吗 从线上来看 这个人对我们这里非常熟悉 我知道了 真正的资料谁也倒不走 都在这里 传我的命令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谁也不许在场 可是 是 没有可视 如果大帅怪罪下来 我扛 是 去吧 立雪 希望这件事情 不会连累你 马宁儿 你耍了我们这么久 也该拿出点诚意了吧 我耍你们 好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不然你跟我进国手馆 去拿龙头杖啊 我警告你啊 别给我找借口 好了 别吵了 拖了这么久 还是一筹莫战 昨天大帅 已经给我施加压力了 如果十日之内 再也找不到龙头杖 再这么拖下去 我们怎么向大帅交代 既然我们强攻不成 要不 我们找个机会混进去 把它给引出来 这段时间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我也着急 要赶紧想个法子才行 法子倒是有 国书馆有士兵把守 不能强攻 但人 总是有弱点的 你的意思是 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 我想啊 找两个人 来扮成难民 到国书馆 向朱飘义求救 凭我对朱飘义的了解 他对这件事 不会不管的 只要能把朱飘义骗出来 你就带我去找龙头杖 那如果朱飘义 随身携带龙头杖呢 不可能 你们忘了 上次咱们攻打太极门的时候 他就没把这龙头杖带在身上 凭我推测啊 他一定把这个龙头杖 藏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殷小天已经没有耐心了 看来我只能先配合 再找机会杀了他 好啊 那一切 就照你的计划来问 嗯 我和刘馆长要见几个同志 有钥匙谈 你们照顾好大家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嗯 放心吧 走吧 走吧 走 帮帮忙 国书馆的英雄 帮帮忙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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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 出什么事了 快起来 我和我妹妹带着弟弟来上海做买卖 可是碰到青帮的流氓 把我们的财物都抢走了 我弟弟找他们理论 却被他们火花打死了 我们两个弱女子走投无路 听说你们 国书馆里 都是行侠仗义的英雄 求你们 求你们帮帮忙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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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别这样 岂有此理 这光天化日之下 大上海居然有这种 七行霸市的人渣 冯夕 我帮你们去讨回公道 谢谢 对 竹风 我跟你一起去 好 姑娘 麻烦你们带个路 走 行 走 快点 你这样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 马上就会被人发现的 傻啰啰嗦 快点找 快找 走 跟我来 就是那儿 我弟弟在那儿被打死的 你说的 是不是前面那一家 对 要不要先观察一下 万一里面很危险呢 那要怎么样 就凭我的功夫 那青帮的那几个兔崽子 能把我怎么样 你要害怕的话 就跟他们一起在门口 等我办炉箱的时间 我去去就会 我们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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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压上 好 压 快点啊 快点 快点啊 我就不信翻不了台 臭 来 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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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别磨蹭 快点 你们这里谁是领头呢 瞎了你的狗眼 你爷爷我就是 找你爷爷什么事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欺负过两个 从外地来的女子啊 是又怎么样 我欺负的人多着呢 其中还包括你们两个 兄弟们 给我上 说 还欺不欺负人 不敢了 不敢了 以后怎么做 以后 以后好好做人 这还差不多 滚 这个 那俩姑娘呢 我估计啊 他们一定是怕青帮 再找他们的麻烦 我想是回去了吧 我们也走吧 小心点啊你 你以为在自己家偷东西啊 师哥 你在这儿干吗 殷晓天 你走不了了 马宁儿 赶紧把他杀了 殷晓天 这里没你的事 你赶紧走 我出去 看你怎么跟他解释 思路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要是怎么样 你竟然 和殷晓天是一伙的 我 你知不知道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思路 你听我解释 你别碰我 你听我解释 你别碰我 有什么好说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说 我爹 你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 不管我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为什么全部 会在你的手里 是 是 是 我真的觉得我眼瞎了 我看错了你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还了你的孩子 死了 干吗不是你笑的那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我眼瞎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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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着 你撑着 死了 你撑着 我去叫人 我去叫人 别去了 来不及了 死了 死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来 你吃了 谁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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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 Jersey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这辈子 在幸福的时刻 就是 你问我的一瞬间 四落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不能失去你 我不能失去你 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你知道吗 四落 四落 可以再 抱抱 忘了 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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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